看到没 这是我种的晚香芋 它长花杆了 长了三只花杆 但是它没开 然后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录视频了 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因为前两天有话说 我养的晚香芋两三年了不开花 我养的晚香芋种上一年它不开花 晚香芋为什么不开花呢 其实很简单 只有三个原因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说一下 它是属于高档的香水花 开花是不是香水非常好的 好多人都买了 但是如果你买的的球是比较小的 买的是小球养上一两年不开花是正常的 所以说你去买个大球种上 那它必然会开花 第二点呢就是非常关键的是光照 有好的花油买到以后种到家里 然后种到室内光照比较弱 它的叶片长出来以后全部都倒护着它 而且又细又嫩绿色 那它是不会开花的 它是喜光的植物 你像我放到院子里一直扔着 你看它现在到了秋季 就开始长花剑开花了 所以说一定要见光 见光不充足 它是不开花的 缺光就不要养它了 第三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肥料要选对 一般看它叶子长得比较多了 你觉得该开花了吧 不能让它长叶子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充磷肥 有好多花油去选择用氮肥 或者用通用肥 本身它边上长了好多小球 你用通用肥 它得到磷肥又不是最多的 它只会把小球变大 它只会去长叶子 它只会去长球 根本就不会长花剑 所以看着叶子长得比较多了 这个时候开始用磷肥 用磷酸二氢钾 十天给它补充一次 直接浇到图上当中去 这样呢得到磷肥 没有氮肥 它叶子不长了 它球也不怎么长了 然后它的球上 就会快速去长出花剑来 然后在秋季 就能够看着开花了 现在这个季节 如果说您的叶子长得比较茂盛 球也比较大 现在改用磷酸二氢钾 十天左右一次 保证光照充足 它是能够开花的 非常好养的一款植物 开花老香了 而且它的花现在这么大 剪下来插到花瓶里 就能够逐渐的开放 从下面开始开 一直往上开 花期非常的长 放到室内能够闻花香 待到花盆里 在室内种上一盆 满屋飘香 淡温清香 飘到屋里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闻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入手一下 如果说您种的不开花 可以按照小期说的方法 去操作一下 现在有带盆带花去销售的 可以去看一下